这只土狗不一般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听说它是顶级师傅狗 跟其他的狗混血之后的后代 头版非常庞大 你看它头皮完全皱了起来 听说这只狗战斗力非常强悍 曾经罗维娜犬都是它的手下败将 浑身都是剑子漏 没有一丝的肥漏 身体里面流淌着古沙犬的血头 古沙犬被誉为国产顶级斗犬 原产地广东大立宪 是国产三大盟犬之一 古沙犬自古以来就是顶级的斗犬 在力量和战斗力方面属于中等水平 一只体格健壮的古沙犬 面对罗维娜犬 德国牧羊犬等等工作犬 战斗力可以彻底碾压它们 当国产盟犬古沙犬混血土狗之后 诞生了一款非常优秀的土猎犬 不过从这只狗的外观来看 它并没有实际战斗经验 身上并没有疤痕 稍加训练就是预言猛